HELLO大家好,我是肚子,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款遊戲是女神異文路 夜幕魅龍 那麼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期星之海試練的陣容搭配攻略 好,那麼首先先來看一下此次的額外加成是嚴懲磁暴 觸發最佳效果或使用人格面具治療隊友時 為隨機一個敵方單位添加一層磁能干擾 會使其受到傷害額外提升20% 而且此次敵方的陣容的弱點都是冰鎖 所以說最適合的角色非本次的限定池 瓊哥喜多川右界莫鎖 那整體的陣容搭配為瓊哥、雪石、李瑤玲以及左緣海系 那主要的輸出為瓊哥 瓊哥的追加效果為SRX有機率進行反擊 那剛好契合了此次的星之海 那他主要的核心技能為三技能 銀華禪星 那他可以在提升防禦力的同時 並且可以嘲諷所有的敵人 並且加反擊機率提升至100% 攻擊也會變成群體攻擊 那由於瓊哥的傷害是以防禦力去計算的 所以啟示推薦帶奢華 增加冰凍與追加傷害 那主屬性以增加防禦力為優先 那接下來第二位角色是 騰川雪石 那是瓊哥的專屬狗 那他的二技能能夠給予護盾 並且添加防禦力 三技能釋放充能還能夠提升同伴的傷害 那連星更能進一步獲得傷害加成 那再來第三位也是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 遼寧 提供了全體降防禦 增傷 能夠更進一步提升窮多的傷害 那最後的支援角色 則選擇我們的 卓緣海系 除了能夠提供全體角色的護盾值之外 那每三海之守護也有提高傷害與增加防禦力的效果 那最後是 主角的面具選擇推薦 那首先是六階面具 諾倫 那他提供護盾同時還有 機會使敵方陷入風險的狀態 那另一個的話則是 全天使 能夠提升全場防禦力 還有祷告之力 恢復生命值同時也能夠在 提升防禦力兩個回合 以上介紹就是此次 新之海失戀推薦陣 那接下來進入實戰技能釋放順序說明 好那首先 李瑤玲根據有沒有1C決定要先釋放1技能 或是3技能 那如果你們有1C的話 開場就會有孟婆湯 所以說釋放技能順序為 3-1循環 那否則為 1-3技能循環 好那接下來是 琼哥 琼哥的技能釋放順序就是維持 3-2循環 就可以了 再來是騰穿雪石 那技能維持 2-2-3的順序 那主要當然是要將我們的 護盾 都給到琼哥身上 那疊加完兩隻之後釋放絕對審判 讓累積的充能可以變成 差異提升的效果 好然後最後是 主角 那首先是全天使的 瑪哈拉庫卡加 接著是 諾倫的 風噪 然後接下來是 全天使的 治療 那這個治療 當然也是會增加我們的防禦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都還沒有 諾倫的話 可以全天使的護盾 以及治療 這樣來回去循環 那我們反擊的時候也是會附加這個 磁能干擾的效果 好可以看到我們李瑤琳 現在已經獲得 孟婆湯 那我們 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 支援主人海系的 技能釋放順序 那釋放順序的話就是 1-2-3 大家記得第2次的這個 單體增加護盾的效果 也是要給到我們瓊哥的身上 再來我們有孟婆湯 就施放第3個技能 那現在是必殺招的施放順序 那施放順序為 雪石 可以先提升我們 全部同伴的防禦 然後接下來再施放我們的 瓊哥的技能 然後最後才是 李瑤琳 記得我們雪石施放的話要選擇 最右方的這個敵方角色 他身上 沒有耐的屬性 好 我們瓊哥也是維持3-2 3-2的瓊狂 然後釋放我們第二次的2技能 給瓊哥身上 然後這個治療也是給到我們瓊哥 他們也會有防禦力提升的效果 接下來沒有孟婆湯 那也是施放 第一 第一技能 好那我們瓊哥 釋放一下3技能 再來是 騰穿雪石 已經疊好這個充能的效果 那麼記得先釋放一下這個絕對審判 然後這個傷害提升的效果 可以讓我們的瓊哥吃到這時候再釋放出來 他的傷害才會是比較高的 好 絕對 塗 我 來 啊 資源 啊 資源 我 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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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要等到這時候 我們現在充能 現在也都是到最後了 最後的絕對審判 再把這個充能 傷害提升效果提升上去 最後一發的資源 黎明泡沫 最後的防禦提升效果 不然我是最後一輪進攻嗎 有時候第一場的話大概就是打了八十幾萬分 那第二場由於是比較後面才玩 輸出之前的YUI限定角色就沒有抽到 不然下半場又YUI雷隊就可以輕鬆打出高的傷害 YUI隊伍的諸法為YUI 心井術語 加納菌 資源則是選擇-3加帶 主角面具可以選擇紅蛇 可以附加觸電的效果 蒂達尼亞 有全體恢復生命值的能力 主要就由這個YUI 把玩敗加在我們的心井術語身上 然後加納菌負責回血與提高最大生命值 那就先清完小怪後再打王即可 那我這邊的主要輸出是用四星的 青衣萌塔尼亞 那其他的加納菌 負責降防與拉全體最大生命值 避免被直接秒殺 那摩爾加納也是可以幫忙打一些封洗與全體治療 那主角面具也是帶治療與打封洗的為主 保證全隊不死 所以說下半場會比直接用YUI隊來打會少非常多 那麼最後上半場的分數是達了81萬多分喔 然後這樣在排行榜的分數大概就是124萬的積分喔 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麼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這個心之海陣容 搭配推薦功率介紹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